字幕志愿者 三个中产党 我们今天会谈谈上周发生得很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 但正如我们之前发现有个教训 因为局势转变都不快 如果我们去追选局势来说 很快些东西就会出现 其实我又不是觉得很出现 因为你试着再等一个星期 过完G20峰会 你就会发觉我们说的东西都是对的 你会发觉所有东西都是对的 我们是真理来说 我们都没错过 因为你现在不是迫到政府人 过完G20再说吧 过完G20又收回 你就会发觉所有东西都是共产党控制 这次节目我们不讲太确实的事情 我们讲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不是我个人的见解 但我身边所有人都有类似的见解 那就是我们由6月9日夜晚 去到6月12日的冲击 去到6月16日那一晚 再游行 然后6月21日 每一次我们去到 我们身边有些朋友 或者我们自己都觉得 就是一个很诧异的地方 有两个诧异的地方 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留意 这是我由8964有参与流行 去到0371有参与流行 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我可以听 0371或8964 我不是说没有女 但是你没有想像过这么多的女 而我还有去过这个旺角鱼弹革命 是近乎没有女 突然间你会发觉 现在不是说无平游行 有很多的冲突发生 在场 就是我在说射吹雷弹 是有四成现场的女 然后这些是我朋友说 不是我说 我免得我好似好似的 就是说 不单只有女 那些女还要很爽 我不明白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戴上口罩 他说 你现在要留意一下 你总会喝水的 你一拆下来就看到 就算戴着口罩 你都评估得到 平估得到 起码我们说体型 或者我们说的女生 就是全部都是女 还要是店的女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说 最近连登有一个帖 就是最近出了 有个网友就说 究竟游行和女朋友之间 我怎样选择 是的 他们就读出来 我女朋友问我 香港重要 还是她重要一点 是的 那意思就是说 被人的感觉就是说 男生就去了游行 而女生就常怨她 不陪她 就说要分手 就是要一次看球 如果你选择香港 如果你选择香港 你不要选择我了 这个我告诉大家 是上一个世代的想法 为什么我这么说 你的帖子肯定是想着 国仇家恨 当然是国仇家恨重要 当然不是女重要 你这个感觉是不适合你 你要明白 网上的留言 是不需要负责任的 我当然是这么说 当然也有些人说 当然是女重要 游行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但是这个讨论 已经是out of discussion 为什么 现在这一段讨论里面 全部大家同意的同一个意见 都是 示威现成有这么多女 你用什么去回家 那里 继续那条女 OK 如果是女重要的国仇家恨重要的话 当然是女重要 但是国仇家恨你重要的话 就是国仇家恨重要 或者是女重要的 女重要是你重要的 如果你是很担心 因为去示威 而没有那条女的话 那麻烦你去示威 不用担心 不需要担心 这个就是那个的说法 那当然 我们现在这些 都已经是一个introduction 不代表我们的意见 我们都是很严肃的探索 我客观 我觉得很有力 有一个网民 就是你发给我的 那个网民很有力 他就很强力 说 什么你老母 为公义 我可以牙人 为追女 我还怎么忍啊 就要去现场 就要去现场 我感动人心的状况 是很厉害的 刚才我们说的差异 以前我一直觉得社会抗争 我们不是说和平游行和集会 我们说社会抗争 就是你会有被捕的风险 你会有受伤的风险 一些不是完全安全的抗争运动 从来都是想一些粉青 我们可以理解老人家不去 因为老人家比较保守 或者我们说中产比较疼身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一件事 粉青我们没有想过包括女 究竟这个情况 为什么会和以前完全不同 我已经失控了 这个情况 我都说一些人 你知道如何批评的现场 有没有搞错 那些女人穿了热褲 穿了凉鞋 还要化妆 你怎么样去冲啊 等一下又出去等 走的时候 拖鞋 对啊 但问题不是就是现场 就是这样 现场就是全部都是一些化妆的 穿业褲和穿梁鞋的女孩 在这代表我们香港 捍卫我们的自由 我说一些历史状况 第一 女人的勇武 是从来都是有的 是 大家都有性女精德 刚青 刚青 或者是 抽筋 但是发觉大革命 都是女人走出去用包 那些 所以女人用武 只不过之前的女人 突然间是比较没有那么勇武 但是当然女人用武 如果在统教学上来说 都是没有男人很多 但是现在的女人的能力和地位 是高过以前很多 第二 就是关于战斗和衣着的问题 其实如果看到兵士很多军队的服装 如果发现很多军队的服装 其实不是为了战斗用的 战斗就是迷彩 军队服装其实是为了扣女 其实在战斗和男女的关系 这两件事都是密切的 就是说如果我再为了一条女 我去到战斗现场 我当然要化妆 那件事是 但是以前你想想英国渔龙军那只军服 其实就是19、20世纪英国的军服 就是穿了纤色 好像整个绅士 戴个高涌帽 你以为这些是很不实际吗 人家就是告诉你 我走出去也有个小孩 我走出去有班女 你们本身都已经缩了一半 意思就是这么大 所以男女那天 就是女人走出去 当时也要追求女生 如果有这么多孩子的场合 我走出去也会穿到烏烏 真的为了战斗 那就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那些女生可能会有一个心路 这是一个好多孩子的场合 所以她都不可以失礼 不可以失礼 而且当然可以追求很多孩子 因为有很多男女聚合的场合 就会有这些青年男女的场合 就会有这些关系 这些是很下流的想法 有没有崇高一点的事情 我觉得比较震撼一点 我去过现场 我之前有小落后形势 讨论讨论 现在政府里面很多女的高官 女的特首 所谓港女治港 原来年轻人 除了那个年纪 现在政府里面的高官之外 今次很多年轻人出来的时候 原来好像那些女孩 比一些港男更加感言 更加愿意 港男真的是没用的 是的 这个是港男真的 真的浪费 不是 除了刚才你说的不是漂亮之外 我在现场看到分很多小组 就是一班朋友 不是小组讨论 不是小组讨论 是大家一班朋友出来 一起聊天 是的 我看到在我身边 很多都是一些女孩 好像一个领袖 是 是 都正常 带着几只兵 真的带着几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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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歧视或是鄙视的头头 以前我们觉得这件事 我们是为了社会好 很多时候 你是自己一个出来 或者是一班觉得 对这个社会有抱负 有理想 现在不是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是一班朋友出来 看看有什么可以做到 就算没有事情做到 不要紧 因为如果你有参加过这些 所谓的抗争或集会 你就知道 最惨的一件事 就是等待 就是你不会 你死以为 一来就吹雷弹 是不会的 一来可能你等四五个小时 才来吹雷弹 一来四五个小时 猜到才掃权 那一刻怎么办 你就是唯有要是一群人一起 一群人一起 尤其现在很多都是参加 都是倒三 一群人出来 你当是一个聚会 有男有女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另外我也同意 你看看今次抗争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你没有了领袖 你没有了领袖 就是那种 我怎样说 就是那种 红性的信号 是薄弱了 当然 他会有他本身组织的特性 现在就是因为 要没有大台 或者不喜欢有人 但另一方面 我角度就是 以前你个个都是男人 周永康那些参加 就是觉得这些是男性的专利 现在你没有了这些事情 大家都觉得 我们女生都是参加的 起码不是全部都是男人 全部都是一些 流汗 充满寒臭 又是有班 可能追不到女儿的孩子 很愤愤不平 于是就要在这个地方宣洩 就是那种 你不能够说是一种 嘉年华会式的抗争 我的意思就是 他们已经将他们的生活 当作一种学生活动 当作一种聚会 你说这样 是不是鄙视了活动 又不是 因为到冲的时候 他们都会冲的 就是这一样东西 就是上一世代 完全不能够想象到 是的 我觉得政府 或者其他各界人士 就是要处理这个 久不久 一个星期 就出来一次的 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 是 他们真的要认真地想一下 出来那些人是什么人 就是 他们的组织形式是怎么样 还有动机是什么 还有动机是什么 有些人还在说 喂 你不能经常出来的 你每次出生来 你就付出很大 那些人有辛苦 那些人都很辛苦 那些人都说了 那些人不去唱K 是的 我今天不去唱K 我会来这里 但他的心态不是说玩 他觉得是做认真事的 是的 但是认真事 是一个定期的活动 是的 就不是一种犧牲 就是这种这样的想法 扭转了 而你还未认知的话 是的 是 也有少许些犧牲 也算有可能有少许些犧牲 但是 它有个风险 但是我这么说 冒险是天性 就是有少许冒险 而冒险不是太危险的时候 那种刺激 反而是更加所获得 你刺激了个海尔蒙 你觉得这种事是有使命感的 都是一种娱乐的 有少许冒险 就是跳舞 就是跳降落山 再强调的人 我们不是说去鄙视这种犧牲 而是你还去想 我今天出来游行 我浪费了半天 我流汗 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多 那些年轻人 就是不会这样跟你想 不会这样跟你想 而你再用这种去推荐 就是说 你每个星期出来 哪有人肯这样允许 今天就这么晚 我整个暑假就跟你玩 整个暑假就跟你玩 我整个暑假就是 我每个星期就约出来 多好 我现在又有一班人跟我一起等 然后我们遇到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能又可以共建社会 这两种事不是矛盾 不要说那些年轻人就是会玩 那些年轻人就是会抗争 不是的 现在可以又玩又抗争 那些所谓暑假的意思是 我坐在那里 旁边的那几个年轻人 看到一个人怎么坐在那里 他拿着麦当劳去 我们还热的 你吃不吃 他们是很有组织 全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些可以用一个字 叫fraternity 就是fraternity 大家一起共同 你看日本漫漫 共同、进步、团结、战斗、奋斗、冒险 是一个年轻人的牵制 我们是一个genetic 的问题 你觉得大人 你觉得这种牺牲 他们当然会有付出 但付出是一种乐趣 譬如你觉得工作 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上班 但一个年轻人 工作才有意义 我学到东西才有意义 你工作觉得有成就 其实这种就是 我说最会有一种成就感 所以大家大人 你完全想的 是全部错 所以大家同意不同意 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都要先了解 要先了解一下心态 否则你应对的策略 或者你的评估 全部都错了 好,这一集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